哈喽我是悠悠 今天做了低脂又美味的食蔬烤鸡胸肉 还做了份咚咚的鸡蛋羹 一块鸡胸肉切成小方块 切好的鸡肉放进一个大碗里 加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小勺盐 适量黑胡椒粉 一勺料酒 抓匀腌制半个小时 玉米切成块 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 和其他喜欢的蔬菜类 我放了西兰花 加一小勺盐 两勺橄榄油 适量黑胡椒粉 抓匀让他们彼此熟悉10分钟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都放到烤盘上 再放一些小番茄和口馍 摆好看点 准备好了食材 就把烤盘放到烤箱里面 选择热风烧烤模式 185度25分钟 烤的这个时间 我们再来准备下鸡蛋羹 三个鸡蛋打散 加1.5倍的清水 充分给它搅拌均匀 过滤一遍的话 也会更细腻 更选择蒸制模式 100度蒸15分钟就好了 蒸出来的鸡蛋超级嫩 再给大家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调味 咚咚的 一家人一起吃饭咯 家人在一起吃饭 不需要多丰盛 健康美味才是最重要的 再给大家吃饭 哇啊 哈哈 哈哈 我也不需要 谢谢 在我们下期安 我们下期安 大家